加上薯红之后 用水笔给它染下来 然后这片花瓣从下面 往上面润染 加上色之后用水笔润染 然后这片花瓣同样也是在下边润染 加上色 然后花瓣的根部慢慢往上面染色 加上色之后慢慢的润染上去 它这个是后面的里面的那层花瓣 然后这个里面也是加了花瓣根部 然后加上色往上面润染 然后这片花瓣我们给它再染一下 然后加上色之后给它再润染一下 然后现在开始画边上的颜色 这个颜色就让它浅一点淡一点 淡淡的染到这个花瓣上就行 然后这边这个也是加一点点就行了 因为它是一个反半 反半的颜色要亮一点 反半的颜色较亮 里面的颜色较重 对就这样 让它这个层次感染出来 然后里面的颜色重一点 然后反半的颜色能能够看出来 颜色是比较亮的 然后这片从边上开始加上颜色 从花瓣的根部加上属红 然后用鼻子这边也烧上一点 然后往上面润染 然后再润染一下 同样的加上属红 往上面润染 颜色染的均匀一点 柔和一点 然后用水笔把颜色运染开 然后这个颜色同样的也是加上 加到花瓣的根部 然后加上色之后往上面染 给它润染均匀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片 颜色加到花瓣根部 边上这个也是 加上色之后用水笔熨染一下 好了这这朵花也就画出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等它颜色稍微干一干 然后把它这个花麦给勾画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枝干跟叶子画 枝干的颜色我们就调一个花青藤黄 跟褶石 然后把颜色挤好 挤一下这个花青藤黄 然后加上褶石 需要的话可能会用到灰末 灰末我先放到这边上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画叶子 先把这个花托给它画出来 花托这个颜色我们给它调的就是 它分两层前面有一个小的后面有个大花托 后面这个颜色我们可以略微重一点 我们可以先从前面这个颜色开始 先用花青加藤黄 然后用笔调和一下 然后加点褶石 调和一点褶石 哦 加一点点 绘墨里面的茶色绘墨 大家加墨色也可以 没有绘墨加墨色也行 然后颜色淡淡的 颜色淡一点 笔件上可以调和一下 加点水 然后把这个小的花托先给它画出来 然后现在把下面这个枝干 画一下 都是用的这个橄榄绿 然后我们现在调里面这个颜色 里面的颜色可以加点这个绿色的灰墨 绿色灰墨 大家加墨也可以啊 就是加点墨色跟橄榄 橄榄绿就是花青藤黄 这时调出来的橄榄绿也可以用 加上之后给它用 颜色用水笔润染一下 然后颜色可以重一点 然后用水笔过度一下 然后也给它用 然后这个也给它画一下 加上色用水笔润染 加上色用水笔润染 然后这个也给它画一下 加上色用水笔润染 然后这个颜色可以重一点 加完色之后 我用水笔晕染出来 就让它这个深色的 跟浅色的区分开 好了 这个花托就出来了 然后现在把这个纸挪动了一下 我们开始染这个叶子 叶子也是用橄榄绿 调和一下 加点水 调和一点折石 加上色 用我们的水笔晕染 然后到边上的时候流点水线 流水线出来 然后用水笔润染均匀 前面这片叶子可以稍微的颜色重一点 然后给它用缰过来 然后把这个形状 按着这个轮廓去画它 然后这边 这个也要给它水线流出来 然后用水笔润染 然后这片叶子同样也给它流一点水线出来 然后这片叶子同样也给它流一点水线出来 沾水线流流 沾水线流 沾水线流 延伸越南劇 然后加点这时颜色再调和一下 好了把旁边这片也染出来 然后这个叶子就化完了 然后后面这片叶子我们可以颜色淡淡的 淡淡的给它平涂一下 然后同样把水线流出来 水线流好 把水线留均匀 然后加上色之后 用水笔给它运染出来 然后这片叶子就也化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边还有一片叶子 这片叶子也可以淡一点 笔针可以再加点水 然后它是靠厚的叶子 颜色也让它再淡一点 同样的用这个颜色 加上色之后水线流一下 不要给它粘到一起去了 让我们水笔韵染 然后这边流出来水线 加上色 然后用水笔给它韵染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 这片叶子相对之下 颜色淡了 比刚才那两片颜色又淡了 水线流均匀 然后这边的同样也把这个颜色流出来 这三片叶子就都化出来了 我们挪动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边上的叶子也给它化一下 这边上那个也是一个小叶子 就还用橄榄绿就行 然后加色 加色的时候把水线流出来 然后可以用水笔稍微的韵染一下 然后这边的水线也给它流出来 用水笔韵染 然后这边也把这个水线流出来 画的时候小心一点 然后现在这边上这片叶子 我们可以给它挪动一下 然后这两片叶子 这边一共三片叶子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颜色稍微重一点 颜色可以稍重一点 因为它这两片叶子都靠前 我们继续再加一点 我们继续再加一点这个花青藤黄 调一点褶湿调和一下 然后加点 然后加点墨色 然后调和一下开始 同样水线流一下 水线在画的时候就流出来 不要流的太粗了 画的时候小心一点 然后用水笔韵染一下 前面这两片叶子可以让它重一点 后面那片叶子可以让它稍微的颜色浅一点 再加点墨色 然后流一点点水线出来 然后这边也流一点水线出来 水线流的细一点 可以一起加上色 然后再去 然后加完色之后 用水笔韵染下来 然后这片也给它韵染下来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我们也给它加上色韵染一下 用水笔韵染下来 好了 这片叶子就也出来了 颜色就是有一个自然的过渡 一般这样的叶子一变就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画下面 下面这片叶子 颜色也是同样可以重一点 水线流好 然后用我们的水笔给它韵染一下 然后用我们的水笔给它韵染一下 然后这边也给它韵染一下 然后这个中间这条水线也留一下 好了 这片叶子也出来了 还用最后一片叶子 这片叶子我们颜色可以淡一点 笔上加点水 笔针加水啊 刚才调了一点水 调和了一下 然后加上水之后 然后我们给它水线的地方楼空出来 水线留一点水线出来 然后画到下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调一点点折石 笔上调一点折石调和一下 然后到这里 这样点燃一下出来 画成这种虫鸟的这种叶子 像我们画荷叶的那个叶子的画法是一样的 就这样就行 就是很淡很淡的一个颜色 这片也是 就不用分了 就颜色很淡 然后流出来水线之后 水线留均 然后加点折石 笔针上加点折石 然后给它点燃出来 这个叶子它就有前面的后面的层次关系就出来了 然后继续画这一片 这上面的颜色还是橄榄绿 然后把颜色涂一下 流出来水线上色 然后我们调和一点折石 笔尖 颜料这个笔 笔尖上调一点水 加一笔水 笔尖上蘸一下水之后 然后给它加上折石 蕴染 颜色很淡 这个地方你要染很重的话 它这个层次感就没有了 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然后这个颜色就很自然的就点染出来 把两个颜色接染到一起 然后继续用橄榄绿 然后加点折石 然后就直接给它接染一下就行了 画不了那个虫咬的就不画 好了 这个叶子就也染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哪些地方还需要再磨动一下 这样大家可以看近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 边上还有两片叶子 我们先给这一片叶子画完 然后我们再画边上的那两片 这片叶子颜色也可以适当的重一点 同样还是用这个花青藤黄 加一点墨色 画的时候笔尖 调一下颜色 沾一点水 调一下颜色 加一点浙湿 浙湿加有点多了 然后再加点桃花花青 然后再加点花青 桃花花青 然后再加点水笔 先再点一点水进来 加水就是在调和这个颜色 好这样基本上就可以 我们先来画一笔试一下 然后画出来之后 留一点水线 不要涨到底画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 我们可以给他也画一个重摇的叶子 这个叶子颜色要重一点 因为他这片叶子离我们比较近 然后画成这样之后 然后我们笔尖上点水 笔尖点水 然后沾一笔折尸 然后以颜料盘里面调和一下 再加水 然后看 点燃出来 再加点水 有点重 跟这个橄榄绿里边调一下 然后这个颜色就可以点燃到一起了 这个颜色也是 在他没有干的情况下去画的 随先留准 这点叶子画出来了一半 然后在他没有干的时候 可以给他点燃一下 点燃一下 好了 然后我们继续去画 继续画另一面的 然后加一点点 墨色 调点花青 好 然后继续画 现在水分是比较大的 然后留一点水线出来 大家看一下水线也要流出来了 然后画到一半的时候 同样停下来 然后这一面也是 直接就用这个颜色就不用再调了 还是刚才那个色 水线流出来 然后这边同样的水线流出来 然后边上加上刺濕 调刺濕啊 调刺濕给他点燃出来 调和一下 调和一下 颜色要调和一下再画 像这个彩迁的痕迹 如果说你画完之后 觉得这个影响画面 你可以给他拿橡皮擦一下 也是可以的 如果大家用普通的卡纸 或者是 嗯 熟轩的卡纸 就普通的纸 可以 用了熟轩卡纸的话 他可能也会有这个痕迹 然后你可以拿橡皮 展一展 因为熟轩卡纸 你要擦时间的 就给他擦起毛了 好了 这片叶子就也出来了 等它干一干了 然后我们现在给这边的叶子 也给他画一下 还是用我们的这个盘子里面 剩下的这个橄榄绿 然后再调一点 调一点点色就行了 然后加点指示 调和一下 然后开始画边上的这一面 加上色 然后这个也加上色 画的时候 小心一点 不要画到水线的地方 水线要留好 然后用我们的水笔 晕染一下 然后这一面 同样的用水笔晕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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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水笔晕染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加上色 给它晕染 水线留好 好这片也画出来了 底下的这片叶子 我们可以让它稍微的颜色淡一点吧 调和一下 加上加点水 笔晶上涨点水 这片我们可以平涂一下就行了 流出来水线 水线得流出来 需要分染的地方 也可以稍微的分染一下 这片叶子就淡一点 然后这边 同样也是加上色 给它染下来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也把水线画出来 好了 然后这个叶子就都画出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这个枝干给画一下 枝干 我们先把它这个 磨动一下进去 先把它这个小的质干 细小的质干给画一下 加点灰墨里面的绿色灰墨 然后调和一下 跟我们的橄榄绿调和一下 然后把它给画出来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也给它画出来 就比较细小的几个质干 然后我们现在把那个粗一点的质干给画一下 画这个质干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个灰墨里面的茶色灰墨 然后大家没有灰墨的话 就用这10加墨就行 颜色重一点 然后我们调和一下颜色 在盘子里面调和一下 然后先从这个质干开始 这个是前面的质干 顿挫着画 然后稍微让它颜色重一点 用这边给它点缀一下 用色淡一点顿挫着 把它的质干把这个质干给它画出来 然后可以给里面 就是需要点缀的地方 可以让它再重一点 颜色再重一点 然后继续画 用这边给它点缀一下 有一点反光啊 然后画这个 然后跟它衔接起来 这两个质干让它衔接 衔接出来 然后边上的话可以让它适当的黑一点 重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调一个淡一点的颜色 还是这个颜色 还是这个墨色淡一点 笔件上调一点水 然后从上面 稍微加一点点 顿挫一下画出来 然后这边 这个质干就不让它颜色太重了 它是后面的一个质干 然后这边给它画出来 颜色淡一点 穿插过来就行了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 它的颜色基本上也快干了 我们可以给这个前面的这个质干 可以给它再点缘一下 颜色重一点 好吧 就这样我就行 好了 我们等它干一干 然后我们现在给镜头又挪动了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一朵 把这朵花给勾一下花麦 花麦就是用 腌制色就可以 同样颜色不要太浓啊 用我们那个钩线底 然后把叶麦勾画出来 它并在这里 这朵花的时候 它并在也一朵 airs一朵 不要太着急 慢慢画 然后把这边的花霉也给它勾一下 里面的就让它热饮热腺就可以 不用给它勾的特别的清楚 它靠后面的这个花盘就让它淡淡的 好了 这个花头也出来了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把这朵花的花尾给点一下 点一下花尾 花围我们就是用这个 藤黄 藤黄加太白就可以 然后我们挤一点太白跟藤黄啊挤到盘子里面 然后给它调的浓一点 用我们这个点花围的笔 还是笔尖上可以点一点水 颜色很浓很浓 顶尖上点一点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怎么点的 然后我们点到这个花围的附近 它点上是很亮的 然后你可以再加一点太白在里面 就能调和一点太白 就让它的颜色很亮在里面 然后这边也给它点成这样 手这样抖起抖着 手抖着给它点出来 手抖着给它点出来 点成这种小点点 然后调和一点太疼疼 然后这边来一点 然后这边同样的也点过来 像现在点的都是偏藤黄这个颜色 然后给它点出来 就像撒上去的一样 首先稍微点一点 点尾也是很重要的颜色 第一是颜色一定要浓 然后点的时候就自然的洒落到里面 然后我们调一点太白 然后再调和一点太白 然后太白点到这个点上 就是让它在上面更妙一点 可以给它点的圆一点 交错就去点它 然后这边也给它点一颗 小一点的点点 然后也给中间点一个太白 就让它颜色上有一定的变化 嗯 基本上就快点完了 然后有些地方 你可以给它稍微点缀一下 很自然的 点尾是很自然的 点尾如果说点的好的话 整幅作品就看得特别的亮眼 就是点精致笔吧 点了好的话就能衬托这个作品 会更好看 调和一下 通通 然后我们给这个里面 也点几颗 好 基本上就可以了 看着根据自己的画面去点就行了 再加点头 好了就可以了 非常妙点完 然后这个蕊就点完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蝴蝶给画一下 然后画蝴蝶的时候 我们倒一点墨汁啊 倒一点墨汁准备开始画 然后先把这个蝴蝶到这个 用我们的这个墨色加一点 加一点墨色 先把他的眼睛给画一下 然后 然后 给他点染一下 有个地方需要重一点 我把镜头再调一下啊 然后开始继续 调一点墨色 然后我们先把他这个身体 加一点墨 然后用水笔液染一下 然后用水笔液染一下 颜色就是不用特别浓 先淡淡的给他涂均匀 然后调一下 然后调一下 这个墨色需要调和一下 笔尖加点水 笔尖加水调和 嗯 这个身体我们就可以先放到这里 我们继续用墨色开始调一点墨色 像他这个是蝴蝶的身体 然后这个是眼睛出角 然后眼睛我们 刚才给他染了一下 可以稍微 水笔给他再染一下 这样也可以 然后我们开始画他这个翅膀 翅膀先给他的边缘 颜色淡一点啊 先淡一点颜色 墨色加水 然后淡淡的一个墨色 勾出来一个边 然后到这的时候我们 镂空一点出来 就是他翅膀上的这个花纹 啊 然后颜色都是淡淡的 颜色都是淡一点 墨色就调和一下 我上面用水笔润染一下 然后这边 然后加上墨之后 然后这边啊也是一个墨色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蝴蝶身上的这个纹路啊 给它勾画出来 然后到这边 连接住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从这边衔接起来 然后现在都是一个淡漠 淡漠把它底色染一下 然后用水笔润染一下 然后画另一边 同样用墨色调和一下 水调和 然后先从我们的翅膀开始 然后给它一条线画过来 这也是它翅膀上的这个黑色的纹路 然后这边 然后我们用水笔润染一下 然后到这儿的时候 颜色过度少了一点 这是它身上黑色的纹路 然后我们用水笔 把它这个墨色也分染一下 就稍微的润染一下就可以 就颜色让感觉上有一个过度 然后我们从这边 从这个地方勾过来一个 黑色的花纹给它画出来 然后这条也是一个纹路 然后现在开始加重 可以边上稍微加重一下 然后润染一下 好 我们现在把下面这个 也给它画一下 同样笔上调一点墨色 然后我们从这里面 从这里面也给它在画一个线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也给它勾画一下 墨色 然后勾画过来 然后把它这个纹路给它画出来 现在这个蝴蝶的这个黑色的部分 我们都基本上给它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加重 开始加重它 然后翅膀的边缘开始加色 加摸色 用水笔润染一下 用水笔润染一下 然后这边的颜色 然后这边的颜色也给它勾染开 然后用水笔润染出来 然后用水笔给它润染出来 这是第二边的颜色 然后加上色之后 然后加上色之后 快做用水笔润一下 让它有一个颜色的过度 然后给它边上也给它勾染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颜色 给这个笔润染了 给这个笔润染一点水 然后调这个弹幕 然后开始画它这个身体 给它身体这个道道上 道道上给这个小蹭蹭画出来 颜色一点一点加重 然后再给它加一点颜色 然后再加点色 然后再画一点 可以等它干了再画 然后继续加种蝴蝶的颜色 然后一点一点加重 把它这个轮廓勾勒出来 然后到边缘的时候 可以再加一下色 然后用水笔润一下 润染一下就行 然后边上颜色重一点 然后里面等会给它过度一下 加好色之后用水笔过度 然后这边的颜色 然后同样边缘重一点 边缘重一点 然后用水笔润染 一层一层慢慢的加重它 让它的颜色就是尽量柔和一点 然后现在把它放一点 然后现在把这个身体也给它塞一下 然后边上加重 然后颜色柔和一下 然后颜色柔和一下 用水笔柔一下 然后颜色柔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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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笔润染 用水笔润染 然后我们再加第四边颜色 就一点一点加装 就一点一点加装 加装 然后这边的颜色 同样也给它加装 加装 加装 墨色 去画 用水笔润染一下 润染开 然后这边也给它润染一下 然后给它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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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可以调一个 调一个 给这个蝴蝶身体的颜色 可以给它润染一下 蝴蝶翅膀的这个颜色 先把它这个触角给勾一下 用最好是用勾线笔去勾 嗯 那个点可以稍微严重一点 然后细一点 然后调一个 我们现在调一个 拿一个新盘子 调一点鹅黄 加点鹅黄 几个鹅黄就可以 这个蝴蝶需要弄鹅黄来画 然后现在我们的染色 调和一点 调一点鹅黄 然后画到这个里面的这个颜色上 颜色可以稍浓一点 啊 因为它这个纸的底色 它这个纸的底色 也是这个颜色 就感觉鹅黄染出来 不是特别的明显 我们用水笔分染一下 水笔分染一下 然后边上同样的 这边也给它加上色 先用鹅黄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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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一片翅膀都给它分染一下 颜色可以稍微浓一点 大家看自己的那个纸的颜色 如果说你的纸的颜色较强的话 颜色就稍淡一点 然后加上色水笔分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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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里面的颜色可以稍微的重一点 嗯 好了 然后现在这个黄色部分已经染出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里面 加一点点褶石啊 调一点褶石进来 我还是用这个吉祥的带褶 等它干了之后再去化 干了之后再去加色 然后把里面加一点褶石 加上褶石分染 然后这边也是加上褶石分染 然后这边也是加上褶石分染 然后再加上褶石分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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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則是紛染一下 然後這邊也加點則是 兩邊都加上 然後這邊顏色可以讓它稍微加一遍再重一點 然後現在我們給它這個 黃色先拿走 我們把這個墨色的顏色需要再加重一下 稍微加一點墨色再進去潤染 這邊可以墨色稍微多加一點 然後中間這個紋路也可以給它描繪一下 然後到這邊上 給它暈染過來 可以稍微的重一點點 然後這邊上顏色再重一點 然後這邊顏色過渡一下 然後這邊上面這個也可以稍微的表現一下 但不用特別的重 然後到這邊水 再給它暈染一下 下面的顏色也可以再重一點 然後加上錯 往裡面翻 然後這個顏色 然后里面的颜色可以再重一点 然后里面这边勾画出来 加一点摸索 把线条再勾一下 然后再加重下面的翅膀同样也给它加重一下 然后用水壁韵染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用水壁韵染 就是让它的颜色感觉过渡到上面这个层次里面有一定的过渡 好了现在这个蝴蝶基本上就画出来了 我们现在需要给它点一下 它就让这个斑点白色的小点 然后接点太白 需要浓一点的太白 可能啊点的可以稍微的厚一点 把它这个斑点给点出来 点的自然一点 有大有小 然后可以适当的稍微点几颗 稍微大一点 就这样就可以 然后点下面这个 好 这边就点完了 然后点这边 基本上就点出来了 可以适当的有几颗 可以适当的有几颗 可以稍微点的大一点 然后给它修整一下 刚才有个别的强迫重的才会比较强迫重的 想要给它分开 不能让它们连重的 大家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 然后这边呢 涂掉了 涂掉了一口 太多了 好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蝴蝶也就完成了啊 蝴蝶也就完成了 这个蝴蝶也就画完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幅画的总体效果 好了 这幅芙花就完成了 让大家看一下这幅画的总体效果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